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酒,现在西方还是星期五,8月21号,很快就要进入了星期六,那东方已经进入了星期六的早上,好,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做一点参考,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个RF就是讲参考过去,神跟我们看到的意向,然后把它了解, 也向上帝跟我们讲,讲到今天关于日子的,好,大家继续努力,这一次大家真的我们很确定说,我们真的是9月7号8号回家,大家等一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现在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真一路,永远的欠祝主耶稣的时候,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要记得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 要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信,存意,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这是应当的,然后呢,我们也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那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不只是先知,不只是神来到世间做人, 他到现在还是神,最初和最终他都是神,所以感谢赞美主,大家继续努力,还有一个就是,谢谢弟弟华强新来的灵明之良,也谢谢Kelvin,每天把这些信息upload在YouTube里头, 神把委派他做这个事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我们的YouTube channel,是留给那些留下来的人,但是我们现在,那些人没有说到WhatsApp这些,都可以进去,听YouTube里头的分享,每一天的信息,还有到今天是哪一端看到的情景, 然后里头还有其他,好像今天我有看一个video,只是一到我才看,就是关于这个Michael Jackson的,我就刚刚今天有跟我先生讲,Michael Jackson在这么多人当中,不认识人当中,就是Michael Jackson跟我有一个,有一个怎样讲,就是基督徒的关系,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呢,根据我所看到,所经验的呢, 他是有爱主的心,相信主耶稣的心,那讲到这边,如果去YouTube channel里头,有看到那个Michael Jackson,我就分享这个经验,他还有去世,第三天他去世,但是那个网上我就经验到一件事情,然后第三天他就被魔鬼撒当拉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经验这种的事情, 所以之后我才会了解多一点,关于属灵的,其实之后也没有遇到其他人,像这个Michael Jackson,为什么Michael Jackson跟我有一个关系呢?为什么?因为他是很爱小孩子的,他是无辜的,他没有做的事情,世人怪他,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是想,他很爱小孩子,我也很爱小孩子, 我每一天都想到小孩子,小孩子baby们,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对世上的小孩子,而且也可以讲说,在灵里是同工的,还有一个是谁?就是Mother Mary, 所以Mother Mary,主义书来到世间做人的母亲,Mother Mary,在2000年的时候,我有看过她,为什么会看到她呢?也是为了小孩子的缘故,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好,我们大家继续进入神跟我们讲的话,那今天灵命之良,我要读一家,就是从好像是17号的, 这里头我们还没有读过,就是神问约翰说,约翰的儿子,对不起啊,是问西门,Simon,Peter,用笔的,之前他的名字叫做西门,他就用约翰的儿子西门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那这边今天就讲到爱主更深,好,那我接下去,是在约翰, 福音第21章15节,神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为什么要问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难道神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还需要向人有什么要求吗?是的,这边讲,是的,神在就业律法中很明显的要求,以色列人寄信寄信寄历的爱上帝,耶和华,但是却没有得到,那以色列人反而喜欢, 还什么偶像啊,而且远离上帝,远离真神啊,当神的儿子,就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也是带着他极大的爱而来,对不对? 并且怀着极大的盼望,就是要得到人的爱,特别是他用神命流血的爱,所要换来的,他本来是超万人至上的那位自美,我会接下去, 主耶稣呢,本来是远超万人至上的那位自美,自善,自尊的神,离因得,应当得到人最高的爱,对不对? 何况他那样先来爱我们,寻找我们,三弟来到世间,来找人,跟人有一个关系,而且去了解,去真正的了解人,来救我们世人, 他已经救了,但是到底我们人呢,愿意不愿意接受,就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路,到底我们选主耶稣,还是反对主耶稣,反抗他,不尊重他,不遵守他的道, 那就走下,往下地狱这一条路了,好,接下来,他就是主耶稣在信徒中间呢,并没有得到使他满足的爱, 不是说许多信徒不爱主,但是他们同时也爱别的哦,当我们说我们爱三弟, 但是我们要爱世间的东西,那就错了,对不对?那就不是真爱了,甚至呢,爱别的东西呢,比爱主耶稣更神, 这当然不能够了,这不能够领主耶稣,主耶稣满意,对不对? 这如新郎不能够容纳,他的新娘另有所爱啊,对不对? 甚至爱是更神一样,所以呢,新郎爱新父,那我们这新父呢,就要爱好好的爱新郎了哦, 不要还有其他所爱啊,那主当然,我们跟家人啊,亲戚朋友一定要有爱,跟别人要有爱, 但是我们一定要放主耶稣第一哦,不要乱这些东西哦, 好啦,让我其他东西做完了,我要跟那个人有开会啊,要跟这个的做完了之后啦, 上帝我有时间啊,我才听你的话语啦,有时间我才看看圣经, 有时间我才听听你的信息啊,那就错了,对不对? 那神跟我们的关系,当远超于人间所密切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超越我们世人,人跟人的亲密的关系,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哦, 在基督徒里面哦,这是真实的话, 我很好记得看到圣灵从我里面出来啊,真的,OK? 那就好像我讲过了,主耶稣也会在我里面, 也在我整个人在我的身体啊, 那好像我刚妹Jennifer她曾经看过啊, 所以因为主耶稣可以透过墙壁啊, 哪里都能够,对不对?好, 那也不是说主耶稣每一次都要在人身上, 没有哦,然后要一个爱他的基督徒, OK?才有这个福分,我相信了哦, 大家可以想象到主耶稣是神圣的, 祂神圣的跟那些误会的那些不愿意神圣的你说能够融合吗? 好不好?我也不是说我很神圣, 我因为我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尽我的罪, 如今我才能够说自己能够过着神圣的生活, 过着圣意的生活, 每一天都要靠主耶稣的宝血, 好,接下来, 那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啊, 比世间跟人跟人的关系更亲密啊, 比亲父子、父亲、弟兄、油盆的关系都密切, 祂的爱也有超过人间的一切情爱啊, 一切的爱情, 一切的有感情的东西啊, 好,我会接下去, 所以讲说主耶稣的爱是远超于人间的一切情爱, 祂的要求呢, 绝不过分了哦, 因为祂爱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深了, OK?多么多么多么的高, 多么多么的一眼, OK?所以呢,祂要求我们这些爱祂是不过分的, 我们整个的生命, 整个的人都是祂用宝血所换来的, 我们的爱跟我们的一切呢, 应当是属于祂的, 我讲到这边, 大概很多人说, 哦,那这样啊, 我们不是要非常很属灵哦, 非常非常属灵, 我觉得, 讲到什么, 我们应该本来就是应该属灵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顺其自然, 什么顺其自然? 这个顺其自然就是好好的亲近主耶稣, 好好的亲近主耶稣是一个自然, 自然的动作, 因为怎样, 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 我们的救恩是从神而来, 那祂对我们的大爱是超越一切, 难道我们不是自然的爱祂吗? 还要特别去抓紧你的身体, 身体啊, 你要去爱主耶稣啊, 给脱脑啊, 你要去爱主耶稣啊, 信啊, 你不可以啊, 对啊, 有时候我们会跟人家讲, 自己讲说, 不可以胡思乱想别的, 我们要好好爱主耶稣, 这是应当的, 为什么有时候大家都知道, 灵界上有灵界上的挣扎, 对不对, 这打仗, 还有肉体, 肉体过我们灵里也有打仗的, 虽然靠着主耶稣, 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是胜利的, 这位才会得到圣灵, 那让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别的所爱吗? 还爱什么比爱主耶稣更深的吗? 只有爱主耶稣, 专业的爱主耶稣, 比一切更深, 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这个安息, 大家知道安息之地是在哪里啊? 在江南地, 就是新天新地啊, 到那边呢, 得到永恒的快乐和幸福,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OK, 那接下来呢,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问问一下, 到底我们有没有爱主耶稣第一啊, 放他第一啊, 还是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要去爱啊, 要去爱跟着, 那主耶稣啊, 主耶稣你等一下啊, 我还有其他东西要做, 这主耶稣说很多人, 他叫他们跟着他, 那些人说, 哎呦, 我还要回家, 我要东西做好了, 等我做好了的时候, 我才跟你吧, 主耶稣还有学生说, 我要去典里弄这个那个, 等我弄好了, 我有空了, 我才跟着你, 那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们每一天紧紧的跟随主耶稣, 这是应当的事啊, 好,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 做这些功课, 因为有看到一项说reference, 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知道那个RF之前,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要回去做一点功课, 后来才发现这个RF就是讲, 回去做一点功课, 做一点参考, 然后就是第二那边,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第二, 就是下面写着很大致的RF, 然后先看到RF, 然后才看到这个, 就是西北的方向的那个, 好像两个圆圈, 云这样的, 一个大一个小, 我相信大了可以代表阿爸父, 小的大比较小就代表主耶稣了, 主耶稣是阿爸父的爱子, 好, 那是就是说要做一点参考, 回去看阿爸父跟主耶稣的事, 那我们就做一点功课, 好, 我会从第一那边开始, 然后我等一下还讲,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我们要跟有些人, 他们英语不是很好的, 那我就简单的方式来, 跟大家讲到这个参考的事, 好, 我会接下去, 阿们, 好, 大家看第一那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这么多灵, 为什么这么多灵, 我忘记找他经文, 就是圣经里头, 三次我们不是有读过经文, 就是圣经里头说, 当你有两个人, 或者是三个人, 这个正能见证人, 就是be the witness, when two or three coming together to be the witness, and this matter shall be done, 就是说, 这件事情就成了, 已经有两三个见证人, 这件事就成了, 那今天呢, 大家看第一月有没有, 我们有看到, 比较早的是, 006在上面那边, 8月2号, 282828, 28006, 然后, 那个背景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006, 然后呢, 在, 对不起啊, 更早一点是, 7月29号, 7月29号那一天, 是蓝色的两次, 然后又有灰色的一次, 然后又有酒, 那一天很多酒, 是009, 009, 所以7月29号009, 8月2号006, 那8月20号007, 什么意思呢, 这个00就是回家的两天, 一个是东方, 一个是西方, OK, 那我们就看006, 6是什么, 6就是以色列人的日历, 一路就是6月, 圣教会年是6月, 那9呢, 9是我们用的calendar, 就是Gregorian calendar, 每天用的, 9月, 那7呢, 7, 灰色的7是昨天, 昨天好像昨天是昨天, 就是华人的7月, 华人的7月, 我们现在华人, 我这边是8月21号, 对不对, 东方已经进入22号, 22又很特别了, 那是, 我们现在是7月初三, 西方是7月初三, 东方7月初四了, 那我们这边呢, 还是一号一路, 一路一号, 也是进入了什么, 进入了以色列人的6月, OK, 所以, 昨天不是跟大家讲, 说今天十三了, 今有十三, 今有十三是什么呢, 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就是, 昨天是7月初二, 我们想7月初三, 7月, 对对对, 7月初三, 今天7月初三, 那一路呢, 是一号, 一号, 那我们今天21号, 那昨天看到的东方已经进入了21号, 我们现在也进入了21号, 那东方22号, 就是我们这边已经是一路一号了, 那华人是7月初三, 所以6加7就是十三, OK, 以色列人的6, 然后再加华人的7, 就是十三, 已经十三了, 那从明天, 我们这边说明天东方已经进入了22号, 22号进去就直接有看到22号, 22号大概就讲18天就到尾端, 然后就回家了, 好, 那再讲回来006, 006是以色列的6月18号19号, 所以为什么有看到1的单位, 单位是有看到18, 19就是以色列人的智力, 是18, 196月18, 19那我们现在用的智力呢, 是9月7号8号, 那华人的智力呢, 是7月20号跟21号, 所以有三个智力一起用, 所以之前就是变成模糊去啊, 我就是每一次认为回家, 没有回家, 回家, 没有回家, OK, 原来上帝是用三个智力要配合的, 才能够回家, 当然大家都很努力, 所以今天我们有答案了, 上帝说, 严惩, 严惩就是很诚实的跟我们讲说, 成了, 成了, 大家开心不开心, 我们的工作要做, 不只是工作, 就是好好爱主耶稣, 他真的值得我们去爱惜的, 去真心去爱他, 要记得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苦心, 然后汉血, 还有我们的上帝的光怀, 的照顾, 有没有, 好, 接下来了, 有没有, 我写说, 6那边是18, 19, 就是一路18, 19号,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933, 33就是亡了, 亡了, 是9月亡了, 亡了什么时候, 3加3就是6, 就9月6号, 就是等候亡了, 之后呢, 也有看到78, 有没有, 那是28, 29, 29号, 7月29号, 我们都回家, 但是没有回家, 哪一天就是神奇事给我们, 回家真正的自止了, 78就是9月7号, 8号, 然后有看到10中, 写着3点的单位, 3就是亡了, 亡了, 也写着7, 就是神圣的亡了, 也是9月7号, 然后4呢, 4点的单位, 4就是天国, 天国, 然后写着8, 就是东方的9月8号, 回天国啦, 好, 那当然那时候, 9月7号给东方, 给东方是神圣的亡了, 神圣的等候亡了, 但是我们这边西方呢, 下午晚间就是回家的时间, 下午, 下午, 好, 我们这边西方是pm, 那东方是am, 接下来007过来, 这边有没有, 是8月20号看到的, 接下来有看到97, 有没有, 97就是9月7号, 然后再也又看到78, 78颜色不一样, 当时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呢, 又看到9, 9就是9月, 然后G7, G7不是这个什么G7, 世界这个G7 meeting上面, 不是啊, 就是大日子7号啦, 或者是大日子在华人的日历7月, 好, 那接下来旁边那边, 是有一个真, 好像时钟这样, 有一个圆圈, 有没有指做17, 然后指做16, 17是什么, 之前有看到意象说, 9加8等于17, 就是9月8号, 17就是9月8号, 16呢, 就是9月7号, 9加7就是16, 当然想我们华人数学没问题, OK, 那接下来有没有看到, 8月18看到的, 听到声音说, 323, 3.23就是323, 3.23有没有, 那就是说, 完了是什么之后, 是星期二就是星期一, 三呢, 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 就是星期二, 就是星期一, 星期二完了, 那之前不是有看到, 一二就是讲, 星期一, 星期二, 然后讲下, 下来, 天上下来, 不, 不是星期二, 星期三, OK, 所以应该是没错啦, OK, 应该不可能是, 不可能说西方9月8号, 东方9月10号, 到现在没有看到, 没有没有, 没有看到两个酒一起的, 所以大家要记得, 我们真的要回家, 这一次是7月, 9月7号跟9月8号回家, 好, 接下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时钟, 这个时钟是8月19号看到的, 就是他的针, 比较短的指着6点, 然后缠的指着5, 大家可以想象到, 东方是早上, 凌晨到早上, 没有到下午, 我们西方呢, 是一样的时间, 但是我们是7号, 是下午到晚间, 下午那边, 所以呢, 我们是, 我相信是我这边的时间, 不是多人多的时间, 多人多比我们11个小时, 我相信是这边的时间, 然后5点, 我相信是到中国跟马来西亚的时间,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这个时间是指资本的话, 如果我们这边时间是指多人多的话, 那就有一点点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不要紧, 我们就知道说是9月7号跟8号回家, 最重要了, 但是我相信是5, 6了, 因为之前有看到5加6等于11, 蓝色的11TH, 有没有,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这边是6点半, 6点15分, 那也是6点, 对不对? 因为很接近6点,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第四, 第四的意向, 第四的意向是看到一个, 什么叫做什么,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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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打档, 打鸡档的时候, 用的东西, 叫做什么, 脚, 脚档器的, 你来打档的那一种, 叫做, 威斯克, 威斯克, 那英语, to威斯克的意思就是说, 突然间把一个人带走, 突然间把一个人带走, 就是to威斯克, to威斯克的意思, 也是说, 突然间把一个人带走, 那讲到这边, 突然间把一个人带走, 很有可能不是准准6点, 也很有可能不是准准5点, 很有可能5点25分, 5点29分, 6点29分, 都有可能睡, 就是多等一点点, 没问题, 不要立刻就失去信心, 那就是不坚固了, 立刻失去信心就不坚固了, 对不对? 就没有人耐的心, 那就不成了, 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了, 好, 那昨天是看到这个时钟, 中间是黑色的, 我们的标杆, 然后他的针一样长, 一样大, 指着7点8点9点, 有没有, 所以就画在这个角落这边, 所以我今天就开始画在这个角落, 好不好, 好, 那就讲的一清二楚料, 就是9月7号8号, 那接下来就是, 有没有看到, 第三那边, 第三那边是看到, 后来她发现, 真的是我女儿肯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预像是凌晨5点04分, 那吃早餐的时候, 我在9点的时候, 只有10点到发现, 我的女儿穿的真的跟我预像里头, 看的一样样的, 一样样的, 所以就跟我们讲说是现场的了, 然后我是看到我的女儿坐在那边, 然后她的手, 她的右手, 放在她的心脏那边, 心那边, 然后她的左手放在脚那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边手放在心那边, 就是说想着主耶稣, 主耶稣在我们心中, 对不对, 所以她的right hand, right hand, righteousness, right hand, 就是右手放在她的心中, 就是要想着主耶稣, 要思念主耶稣, 要好好的爱主耶稣, 有没有, 另外一边呢, 是放在她的脚, 意思是讲,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就要, 就要relax, 就要安息啦, 就要进入安息啦, 你就要轻松一点, 最重要叫你做这个工作, 就是好好爱主耶稣, 有没有, OK,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好, 接下来呢, 第五那边, 第五那边是看到有一个小孩, 不是我的孙子吧, 当时不要紧, 就是一个小孩, 很可爱的小孩, 他突然间手里拿着一把东西, 好像红萝卜, 其实这个一把就好像一这样, 一不是我们之前一直看到一十八这样, 就是一条这样, 是橙色的, 然后他就摇一口了, 就是说这个一十八, 一十八也可以说是, 最后一个台阶, 最后一个台, 可以讲一个台阶吧, 还是怎样,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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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那边是从十八号开始, 那十八号开始, 那就二十二天了, 如果从, 如果是从, 对对对, 十八号, 八月十八号到九月八号, 就是二十二天, 那如果是从二十, 二十号, 二十号就是昨天, 二十号开始呢, 算起加十八的话, 就是九月七号, 如果是二十一, 今天二十一加十八, 也就是九月八号, 所以呢, 就是这样, 我可以这个, 这个一条就可以代表一的意思, 他就开始吃了, 就是说, 他的这个时间, 最后一个台阶, 一个一的时间, 是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很快速的短了, 还有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 也看到, 好, 大家看第六那边, 第六那边, 第六又是一个, 就是之前看到的一项, 就是配合讲到九月七号八号, 那大家看五七十一, 五就是五点被十一被提, 十七就是九月八号, 就是说东方九月八号被提五点, 然后有没有看到十一十一, 然后下面写着九, 十一就是被提, 然后又被提, 就是说东方被提, 西方被提是九月, 然后想叫八进上 up, 然后八blast, 就是说八号, 八号大家都知道, 之前有写着九有没有, 九月八号就进去了, 上去了, 九月八号是祝福的一天, 好, 接下来八月二号那边有看到二三, 二三就是星期一, 星期二, 然后有看到一样的一天, 看到二八, 二八就是星期一, 八就是家, 星期一回家, 西方星期一回家, 那接下来呢, 是七月二十九比较早三天, 不是三天啦, 不止三天啊, 四五天这样, 就看到三八就是星期二回家, 那大家一直我们都有谈过三八够了, 什么三八够了, 突然间今天给我知道啊, 突然间到我的头脑, 三八够了是什么, 就是八九, 我们一直看到的八九连接起来的八九啊, 什么八九呢, 之前有看到狼色的八九接起来, 然后又青色的八九接起来, 青色的八九接起来, 就是青色的go, 就是九月八号, 那狼色的呢, 狼色的就是八月到九月回家的时候, 从不几天, OK, 那八月是三十一天, 那我们这边到七号, 对不对, 那东方到八号是凌晨啊, 那不能够讲一天啊, 就是到七号, OK, 就是三十一加七的话, 就是三十八, 就是三八, 现在我们知道啦, 三八是什么意思, 三八就是八月到九月七号, OK, 就是三八, 够啦, 上帝说, 有阿爸父说, 够啦, 回家啦, 好, 接下来, 下面第七那边, 有没有就是好像这个, 每一天的真央配置那边, 然后有写上面一那边, 导数的话就是, 到一就是最后一天了, 导数, 好像我们今天, 这个数字, 这种的意象, 几个月前已经看到, 当时我用这种的布置, 刚刚用的, 就从一到下面十八, 是十八, 十八个方格, 之前可以放多一点, 之前一到下面是十一个, 但是这边只到十, 十旁边有到, 再加八就是十八, 那十八十九就是一路十八十九, 那自己有看到一个上面的方格, 写着一, 大家都知道一十八, OK, 也可以十八八就是八月十八号, 开始算起到最后一天就是二十二天, 如果是从八月二十号算起, 再加十八就是九月七号, 如果再加十九至东方十九就是九月八号, 所以都是配合了, 所以大家没有疑问了, 那之后又有看到十八十九, 那就是一路十八十九, 所以大家这一次我们非常肯定的, 我们真的是在九月七号八号回家,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十四那边, 有看到年轻人, 哇, 他的王, 他的 crown, so a young man with a crown, go crown, 真的很漂亮, 他的那个王光, 王光, 什么, 冠军的光, 王光, 王光, 他 crown, crown, 你知道, 真的很高哦, 我画的比较短了, 对不起啊, 他真的很高, 非常漂亮的, 然后他受到了这个年轻人, 他接下来呢, 有看到新娘, 新娘在上面那边, 新娘是早上, 早上算是昨天, 应该是早上看到的新娘, 还是昨晚, 忘记不要紧, 就是看到三个人站在那边, 要照相这样, 有一个女的, 好像比较年纪大的, 或者是母亲还是什么, 又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就穿着黑色的, 然后这个新娘呢, 哇, 很开心哦, 这个新娘, 但是是比较远一点, 有这个脸是我熟悉, 我不要讲她的名字, 不是我女儿, OK, 但是呢, 是一个代表性, 我知道是一个代表性, 就是代表新娘是穿着这么漂亮, 非常漂亮的礼服, 你知道吗, 婚纱, 婚纱非常漂亮哦, 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她的头发, 这个Val非常非常的漂亮, 她非常非常的开心哦, 所以大家, 我就讲到这边, 继续你, 我等下会接下去, 阿们, 好, 现在我们进入第八, 第八那边是这个红色的杯, 杯子, 很漂亮的杯子, 好像我没有看过这种杯子, 很漂亮红色的, 然后里头有好像咖啡粉这样, 到底是什么, 好像粉这样, 我相信, 杯子, 杯子, 比较叫做Cup, Cup, 英语叫做Cup, 那以色列也是Cup, Cup的意思就是救恩, 就是救恩, 杯子就是代表救恩, 汤池也是代表救恩, 那银杯这些也是讲到银色, 也是救恩, 银杯就是救恩, 大家记得月色在埃及的时候, 他的哥哥们, 还有他的弟弟Benjamin, 有没有, 去见这个Joseph, 那时候不是他, 他月色的包, 不是, Benjamin的包包里面, 有着这个银杯这些, 有没有, OK, 那我就不多讲了, 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回去, 那时候在埃及的时候, 好, 接下来, 我相信这里头好像粉这样, 是可以代表这一次回家的, 一大堆的圣徒, 圣徒或者是小孩子, 就好像咖啡粉这样, 很幼这样, 在里头是黑色的, 我相信是代表圣徒, OK, 不只是我们一大群人, 还有其他人, 全部在里头代表性, 好, 接下来, 是看到饭锅, 饭锅里头有, 三团饭, 这一团饭是可以说, 切成一个四方形这样, 好像, A cube, A cube就是四方形, 好像一个dice这样, 那一个这种的四方格这样, 其实是有几面, 是有六面, A cube就会有, 6面, 那六成三就是什么, 有上例嘛, 六成三就是18, 一直讲, 还有剩下18天, 好, 接下来是一点多, 昨天晚上, 就看到, 什么呢, 看到椅子, 不是椅子, 楼梯, 楼梯, 先看到我在楼上, 看着这个楼梯走下去的楼梯, 然后呢, 又看到我在平面这样, 看到楼梯要走上去的,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楼梯非常漂亮, 我根本不可能画出来,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画, 就是在上面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的去到新天心地, 所以可以讲说, 我可以从上面看下来, 或者下面看上去都能够, 上面看下来, 就是说天堂下来了, OK, 然后我们这边上去呢, 还有多少个台阶, 其实我只看到, 两个是整整的两个, 然后上面一个, 最底端的一个, 没有看得清楚了, 好像就把它蒙一下, 所以来讲, 如果讲到两个, 剩下两个台阶, 就是最后的两个眼圈了, 好, 那接下来, OK, 11那边有没有看到, 是看到我的女儿在吃东西, 旁边就是我的小孙子Joseph, 那Joseph, 他就转他的头来看我了, 看妈妈了, 他看我的时候, 他在笑, 他的脸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变成茫茫圆圆的脸, 什么意思呢, 脸圆圆圆, 茫茫就是, 茫茫啦, 茫茫就是12点啦, 茫茫啦, 就是满了, OK, 满了就是回家啦, OK, 就是越来越, 很快的就变成茫茫, 所以意思讲, 我们真的要回家啦, 好, 接下来有看到葡萄, 如果没错, 不多, 真的不多, 是五粒到七粒这样, 那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是说, 最后的五天是青色的, 之前有看到, 最后的五天是青色的, 青色的颜色, 那, 或者五六天, 那青色, 西方可以讲, 五天东方就变成六了, 就是从三, 三也是平址的三, 三四五六, 三四之前一直看到三四, 然后五六, 然后又看到七八, 对不对, 历历还不是一样吗, 每一天的日子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特别, 在神的国度里头, OK, 每一天给神是不一样的, 他的几天就有, 他的名字, 又有他的数字, 又有他很多意思, 对不对, 大家读旧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在灵里是很多东西的,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 那我们今天能够过得这么简单的生活, OK, 能够一天过得一天平安, 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上帝的看顾, 上帝的恩典, 有没有, 好, 接下来, 对不起啊, 看到狼狮的二十八, 下面写着十九, 那就是F二十八, 就是以色列人的五约, 五约, 教会年, 教会年就是二十八, 五月二十八, 然后到六月的一路十九, 是多少天, 是二十二天, 所以之前不是在梦中有看到二十二,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日历, 八月十八, 也是十八八, 八月十八, 十八八, 走到九八, 走到九八多少天, 二十二天,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十八号了, 我们现在, 我现在刚刚进入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了, 所以已经四天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剩下十八天了, 应该是十八, 其实如果来直接减的话, 就是十再加七十七十八, OK, 如果是二十二算一天, 然后七那天也算一天的话, 就是十八了, 好, 接下来, 十六那边, 是不是, 应该是差不多了, 就这样了, OK, 有金色的字, 金色的字或者是橙色的字, 之前不是, 好像是在一年多, 快要两年前看到七月七字,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七月七字, 那昨天, 昨天又看到了, 又看到这个七月七字, 不是昨天, 是前天了, 又看到七月七字, 但是在它中间呢, 有这个简调这样, 好像灰色或者黑色这样, 把它分开, 那就是七月, 就是华人的七月, 然后七字呢, 就是我们用的, Gregorin-Karin的九月七号, OK, 所以不是直接的七月七字, 不是, 那之前就认为, 直接的七月七字, 所以一直认为七月七字, 那哪一天七月七字, 是不是回家了, 但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个是华人的字, 一个是我们现在用的字, 所以, 秘密上帝还没有给大家知道, 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但是什么时候, 这个秘密才出来呢, OK, 之前都没有出来, OK, 那就是7月二十八, 二十九号就出来了, 二十九号就出来, 二十八就有一点开始了, 有没有, 就是那天晚上就紧张了, 跟大家讲还没有回家, 然后第二天就看到009了, 就是7月二十八, 二十九, 那现在呢, 到现在, 就是讲一样的话, 就是9月七号好不好, 好, 接下来看到, 这个撒, 撒总的撒, 撒的大家可以看到手字盘, 然后上, 分上的上, 就是上帝的手, 会分上这个教会, 上帝的手, 会来把这个教会分隔, 分开, OK, 分隔分开, 那接下来是什么论间, 什么论间呢, 就是,